我曾经用金刚经救鬼 那个九天阴言普化天尊 九天阴言普化天尊 在追一个鬼一直打雷 我说外面雷声这么响 怎么回事 我在这边写文章 一个鬼陡在我的桌子底下 陡在我桌子底下 我说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因为他说 卢时尊对不起 借我抖一下 我说不行啊 那个雷都打在我家四周 到时候我这个房子被打破了 怎么办 所以闪电九天阴言 雷声普化天尊是我认识的 他一看是卢时尊的家 还在周围这样一直打 一直打一直打 结果我一看一个鬼 陡在我书桌底下 我一看这个鬼满漂亮的 是没你耶 我说这样好了 他说卢时尊救救我 我就从书册后面拿一本金刚经 放在他的头顶上 这个闪电雷声就在我家四周 拼命打 拼命打 打了差不多三四十下都有 后来就走了 他把我家的树打下来一棵 就回去复命 回去复命 所以已经打了 我救了这个鬼 因为我看他太漂亮了 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漂亮的鬼 世界上有三种漂亮的 一个是很亮的 很亮的 很艳的 很艳的 很利 很利就是美丽 美丽漂亮 很艳的 还有一种就是很妖的 这鬼是很妖的 像妖精的一个鬼 然后被他收了 当成我的逝者 因为实在是太漂亮了 但是他跟在我旁边很好 他不能去做坏事 他以前是做坏事 做了很多 所以九天英元 雷声普化天尊 追他 这个雷公电母 追他 要把他屁 砍屁 就把他屁死 后来我救了他 救了他以后 就把他收在身边 当成逝者 这个尊重正交分 第十二 我今天讲尊重 我对活不杀 对所有鬼神 都是尊重 但是对鬼神尊重 对鬼也尊重吗 没错 我对鬼也尊重 只要你不是恶鬼 恶鬼 我就是 当然我还是尊重你 还是尊重你 以前 也不是 那些鬼也不是我杀的 也不是我杀的 是不动冥王 跟大力金刚杀的 不是我杀的 其实我对鬼也是蛮尊重的 那些鬼啊 在我的光网外面 我睡觉的时候 有个光网套住的 鬼在外面讲 卢士尊 我要带你去旧金山 见我的主人 居然这样子喊 跟我这样讲 卢士尊 我现在要来带你 去旧金山 见我的主人 他说 大马后啊 敢这样喊我 真是 不久啊 就卡 不动冥王的 那个宝剑像那个 好像是电风扇一样 这样旋转 把所来的这些 百千鬼 全部通通砍头 那不是我要做的 我根本还是躺在床上 没有起来 真的 大力金刚也是 对 从我嘴巴出来 大力金刚从我嘴巴出来 那真的是那天晚上 他在这个 光网外面跟我喊 卢士尊 我要带你去旧金山 见我的主人 这样子讲的 我听得一清二楚啊 所以我鬼也是 我实在讲实在话 我对鬼还是很尊重 对神更尊重 对神也是很尊重 对所有的政教 更加的尊重 真的 每一次我交朋友 我都会问一下 要是金 我可以交这个朋友吗 问一下 他认为说可以 我才敢 我都有问过 我不是不尊重 我不是不尊重 我都先问过 不然 那是我的 不好的眼 我如果不问过 那绝对是我不好的眼 我都先问 其实这个就是尊重 正教分 第十二 我们今天 只是讲他的题目 但是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